为在古迹园区的淡水国中与淡水古迹博物馆旅学堂淡水女路合作办理 七八年级阅读闯关 活动结合领域素养以1884年清发战争为主题 透过闯关方式检合校本课程学习成果 现场还展示了许多的作品 要让学生体验沉浸式的阅读饷宴 位于淡水古迹园区的淡水国中 与新本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旅学堂淡水女路合作 办理七八年级阅读闯关 而结合了领域素养以1884年清发战争为主题 透过闯关的方式 检合校本课程学习成效展现淡水历史相关书籍 还有淡水古迹博物馆提供的桌游 以及淡水国中自制的古迹立体模型 让学生体验沉浸式的阅读饷宴 那我们的主题是阅读护尾1884 我们今天复刻了护尾1884呢 这个亲发战争的场景 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穿的是这个张聪明女士 也就是马接博士夫人的衣服 大家都变装了 这次的活动除了特别感谢这个古迹馆呢 提供我们相关的这个史料衣服之外呢 也非常感谢旅学堂以及淡水女力呢 协助担任闯关以及这个相关专业的资讯 咨询顾问的角色 校长表示感谢淡水古迹博物馆旅学堂淡水女路 共同复科1884七发战争护尾战役 由淡水古迹博物馆提供张聪明 孙开华清兵洋人等服饰 由师长还有关主妇科历史场景 让学生有胜利其境的感觉 另外淡水在地文史单位旅学堂提供专业指导 淡水女路协力担任关主 化领域素养结合1884年护尾战役 转化成为贴近淡水的在地内容 透过有趣的推理解谜和洋人关主 以英语问答享受分组合作的刺激 让阅读更加的多元趣味 那旅学堂是我们这边是在地的 一个文史推动单位 那很高兴这次能够有这个机会呢 把我们的推广人员 就是这些在地妇女 还有在地的解说员 然后呢 透过沉浸式的体验 把我们淡水人一直在每年的 十月份的环境剧场所演出 谁啊换的这一个在地 侵犯战争护尾战役的这一段光荣历史呢 透过闯关 居民的防卫的方式 还有法军的进攻方式 那透过这样的沉浸式的体验呢 让参与的这些我们在地的孩子 能够更了解这场战争 参与的人员穿着 由淡水古迹博物馆提供的相关服饰 扮演着当时的相关人物 而校长更化身为马阶博士的夫人张聪明 成为稳定后方平民的关键 而旅学堂吴俊逸老师扮演关主孙开华 一边巡视战场 也为闯关的学生提供文史知识 而其他老师以及淡水女路则各自扮演当时的汉人 平民以及外国人 引导学生完成任务 而旅学堂表示 借由参与淡水国中举办的闯关活动 促成产学合作 共同扎根相处教育 带领孩子走出教室 借近历史事迹来提升品格玩中学的探索活动 拉近师生与同宅间的距离 建立自我认同 激发团队潜能 记者许多人一淡水采访报道